神要我们得胜 自己要来经历得胜 而且不光有得胜的经历 而是在一切的事上 不仅得胜 得胜有余 这是三个字 第二个 这三节的经文里面有另外一个特点 你们有没有注意到 全部都跟耶稣基督发生关系 这三节的经文 第一个讲到 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 第二节说 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胜 第三节 靠着爱我们的主 在这一切的事上得胜有余 所以不要说得胜必须完全靠基督 耶稣说 离了我你们什么都不能做 所以我们一定要在主的面前谦卑 得胜不是我努力得来的 得胜是我在基督里面 我自然就可以来支取的 也能够来经历的 也能够来活出来的 这是神要让我们看见的 全部离不开基督 这就是犹太人失败的地方 他们读圣经 一直有帕子在他们身上 因为他们一直proud of的就是摩西的律法 一直遮住他们 其实基督早就把帕子除去了 你今天要活出律法的要求 只有借着耶稣基督 律法的义只能够成就在那些 不随从肉体 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 只是他们今天读经 这个帕子还在 所以第二件事情 讲到所有的得胜 得胜的经历都在基督里 而且当我们在基督里的时候 不光可以夸胜 不经历得胜 而且可以在一切的事上得胜有余 第三件事情 我们在这里特别要注意到的 所有的得胜全部用现在式 你去看他的英文 不仅用现在式 而且用always 总是 不是常 它是永远都是的 所以它是一个现在式 不是只是强调过去 我们曾经有的得胜经历 或是今天在这里说 盼望有一天我会长大 我会得胜 而且得胜 所有用的字 三句话全是用现在式 换句话说 今天不管我们的处境是什么 遭遇是什么 没有任何的借口 没有任何的妥协的余地 我们应该靠着主在基督里 来经历 来活出得胜 所以我现在先讲坏 为什么要得胜 先把神已经预备好的 在基督里面我们得胜的原因 这个权柄地位 先讲清楚 底下我们才讲 才有意义 不然的话我们讲的话 又变成好像律法一样 一二三 全都是神要给的 今天一样 神希望你 不管你现在的处境如何 神希望我们出来 从我的处境中走出来 能够成为一个得胜者